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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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头发不好看吗 还是因为睡衣没买好 陈丽莎不服气的说 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牌子的睡衣 阴彩儿也是毫不嘴软的说 牌子不重要 很老气 只能说 陈小春生活里肯定很宠着让阴彩儿 才能让他活得这样肆无忌惮啊 节目里阴彩儿吐槽陈小春穿得跟个红包一样 陈小春就只会黑黑黑的傻笑 两个人一起吃饭 陈小春吃饭发出的声言吵到英彩儿了 英彩儿也是一巴掌就呼过去 全然不顾两个人是在录综艺啊 都说陈小春的脾气大 但就是一物想一物啊 陈小春在英彩儿面前 就是完全没脾气 2008年 那时陈小春跟英彩儿还没结婚呢 上大S的节目一提到英彩儿 已经是一夫妻管颜的模样 大S问到陈小春两个人吃饭的问题 那时候的陈小春已经完全放弃了自我 完全都是女朋友说了算 大S都笑了 你也有今天哦 小S问 那女朋友有打过你吗 陈小春很干脆的回答 有 不仅不觉得难受 法男还觉得是个乐趣 陈小春的解释是说 觉得自己放荡不羁 高冷酷炫 找女友就要找那种可以压制自己的 女友越凶 他就觉得越爽 小S听了忍不住翻白眼吐槽 你就是所谓的见骨头呀 后来两个人结了婚 狗仔也是几度拍到陈小春当街 被英彩儿骂的狗血喷头还不敢还口 站在外面抽根烟 还要被英彩儿文医人检查一番 所以说 能够长久维持的婚姻 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英彩儿虽然凶 但恰好把陈小春这种狼子管得服服贴贴 也不失为一种登对 监惑